我们家保姆中了三千万的彩票 赌王自泰家中的保姆买彩票 意外中奖三千万 他立马问黑欧君 想要什么礼物 黑欧君随口回了一句 iPhone吧 之后才发觉不对劲 又赶忙开玩笑地问保姆 是不是中奖了 没想成还真是 三千万全是他 因为他中了六盒菜 按照常人所讲 十几年前的三千万 就已经是大数额了 可以安心地想要享受生活了 但抱夫的保姆真姐 并没有因此躺平 反而是在赌王家族 依旧尽心尽力地工作 就连赌王生病卧床期间 都是她在一旁亲自照顾 可以说是非常尽心尽力了 让人不解的是 真姐为何不持续工作 回家享福 反而继续留在何家呢 其实这主要是因为 四方的几位孩子 都是由她代大的 她把这几位孩子 都当做了亲生孩子看待 她不舍得离开自己的孩子们 所以就算是中了一笔巨款 她也没有选择离开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 真姐生活的那个时代 一无所长的女子 想要靠自己谋生 是比较困难的事情 因为那个年代 重男轻女的思想 是比较严重的 普通的家庭的女孩子 只能干一些零碎活 来养活自己 但真姐得到了赌王家的聘请 靠赌王的儿女来养活自己 这是一份高级 且又轻松的工作了 所以真姐非常感恩 赌王家族的恩情 才没有一首了之 2018年的一天 何佑君给真姐打电话 表示自己想吃她做的菜了 等过几天回去 一定要做给自己吃 真姐立马就答应了 为了能够买到新鲜的菜 真姐做了公交 到很远的菜市场 但是让人没想到的是 在回来的路上 发生了车祸 被紧急送往医院 进行抢救 何佑君在得知此事后 不仅连夜返回了香港 还一度难过到泪流满面 就连何佑君的姐姐 何超盈都曾说过 真爱的人 你次增减 一定是她 千万别小乔赌王家的保姆 随便一位都身价千万 级紧急送往区 太是